開動 嗨大家好 今天這一集主要跟大家講 我們推的訓練方式 我們在推的動作上 主要可以分為 水平推、垂直推跟3D的推 水平推顧名思義就是 水平面向的推 通常我們會看到的是 用啞鈴臥推或者是槓鈴臥推 那你也可以去做抗旋轉的做單邊的啞鈴臥推 那垂直推就是一般我們看到的肩推或者是上斜的推 那都算是垂直的推 在健美訓練一般我們都會用到這兩種方式去做訓練的推 功能性訓練的話你就會用到一些3D的推 比如說用地雷管的推加上身體區幹的旋轉 或者是帶著Cable然後去做Cable的推的方式 那這可以是水平推你也可以變成垂直的推 那它的張力跟穩定性就比較不一樣 會參與到的核心肌群會比較多 訓練的動作跟訓練的目標要看你的狀況而定 如果你是想要讓肌肉變大一點 OK 水平推垂直推還蠻適合你的 肩膀的部分你可以再做啞鈴的側平舉 我會把它歸類為在垂直的推 它推的動作不是那麼多 但是側平舉也算是額莊面的動作 如果你希望增加你運動表現 除了水平推跟垂直推之外 你可以再加入3D面向的推 或者是跟你運動類似相關的動作模式的推 可以讓你身體的功能全身的張力再變得更好 以上就是推的動作大致上的介紹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諮詢你周圍優秀的教練 或是到我們這邊上體驗課 了解你的需求幫你評估做判斷 好 常常有朋友在問說伏地挺身跟臥推有什麼差別 基本上如果你在做伏地挺身的時候 能夠做十下到十五下 你在做臥推可以用你體重的六成到七成做十下到十五下 這對大家來講可能會有點難相信 其實伏地挺身的強度還算蠻高的 不幸的話我們現在試試 目前體重六十四點五 這樣我撐的是四十四公斤 大概會有到六成到七成 然後我下去的時候再上來 下去的時候甚至會到五十 上來會比較輕一點 像剛剛那樣實際測試給大家看 我下去的時候 他體重計上速度是會有點變動 下去的時候應該會稍微輕一點 然後到最底要推上來的時候 他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會抓大概六成到七成 伏地挺身能夠做幾下 臥推理論上就能做幾下 但是前提是那是要標準的伏地挺身 標準伏地挺身這樣做 身體挺身 吸氣下身體維持正的 吐氣上來 吸氣下吐氣上來 很多人做會變這樣 那這樣就跟臥推不太一樣 如果你能夠做標準的做十下到十五下 你臥推就能夠用體重六成做十下到十五下 基本上你在家裡練習的話 伏地挺身會是一個蠻好的動作選項 那如果你想要藉由伏地挺身把胸膝練得強大的話 比較困難 除非你把腳墊高 或者是你不用腳去做伏地挺身 像這個樣子 如果你看到你在推的時候 你肋骨兩邊會這樣翻起來 這就是你的出力有點問題 你核心沒有辦法繃緊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會用幾種方式 一個是你做直接加壓 或者是就放個重量上去 那它自然而然就會繃緊處理 自然而然 它如果像剛剛那樣鬆開的話 它就沒辦法處理 那如果放個重量上 它自然就會處理 那這是一個external cue 去讓它知道怎麼核心處理 那正常的話 繃緊應該像現在這個樣子 它現在這樣就算繃得滿緊了 可是你也不要過度去cue你的核心 重要是在上次推 所以第一個 focus 在上次推的力氣 第二個才是在注意你的核心 如果你鑽住核心的力氣 大於於上次的話 你可能就沒辦法推得很好 像它現在那生懶腰 這個肋骨就完全是翻起來的 在訓練的時候不是一件好事 那比較常見的就是 你的左右邊的肌力不平衡 所以當我左邊力量不夠的時候 我就會想要藉由代償的方式 或身體其他方式去出力 那當我其他方式出力的時候 身體會有點旋轉 那通常右脊子的話就是 左邊會比較弱 所以我會用旋線的方式 把我左邊推高一點 然後甚至我右腳也會稍微有點抬高 但是每個人的平衡狀況跟機制不一樣 有些時候是你核心比較弱 有些時候是你胸不夠強 讓你力量沒有辦法平衡的推上來 所以這個也是要按照情況而定 高貴姿的肩推 單邊的肩推 身體挺正 穩定之後 吐氣的時候手往上伸直 吸吸一下 吐氣上來 身體會有一點點前後晃動是正常的 如果你推越重然後晃動的角度可能會越大 就推上去 再回來 放到胸口 回到架式刃的方式 然後穩定之後吐氣往上 推上去 慢慢下來 穩定往上推上去 慢慢放下來 放下來的時候 手放到這裡 這樣 然後虎口是在轉腳的位置 大概這樣 然後再往上推上去 想下來的時候慢一點 下來的時候慢一點 就穩穩的上去 然後穩穩的下來 走路 你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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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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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時候呢 就跟一般肩鎖握的寬距是一樣的 往前滑順過去之後 一直腳往前踩 往上堆 吸氣下 吐氣下 身體要維持穩定好 OK嗎 好 然後最後就放下一張腳了 如果你希望它強度高一點的話 你可以直接站往前站 你就站在rack的最前面 像這個樣子 我的後腳就站在rack前面 就是這樣 這樣跟我們一般肩推的方式 姿勢就會差不多 那這樣的強度跟刺激就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力線分布的關係 你下來的時候跟往上推走 它會比較接近垂直 所以你肩膀的分力就會比較大一點 垂直的分力就會比較大一點 那如果你把它往後拖一點點 大概像這樣 我腳往後站一步 只有前腳在前面的話 這樣推肩膀的力量就會 相對來講比較輕鬆 但是你的前鋸肌跟你的核心 觸力就會比較多 所以這個動作在這樣推的時候 對於前鋸肌或上肢發力 不是很順的朋友來講 是一個蠻好的動作 你去想要手肘在這邊 伸直 往中間夾帶進來 對往外繞圓帶進來 或是你可以面向這邊去看 大概是從這個方向 然後推走的時候 往外夾進來 回來 往外之後再夾進來 你可以站一定的角度 Cable就在你身體側邊 出去的時候 手先拉開來 然後往中間擠起來 有點像飛鳥 大概像這樣子 如果你覺得做得順了 再稍微轉向 變成有點類似向推的感覺 一開始你先再拉正側方 然後去做這個動作 去做飛鳥的動作 然後接下來可以的話 再轉過來 稍微去帶 跟沃特會有點像 一般我們在訓練 如果你是訓練動作的話 我們都是訓練動作 那如果你想要加強特定肌群 你才會去鍛鍊特定的肌群 像這樣他胸肌左右出力不太一樣 然後前鋸肌也不太會出力 所以用這種方式 可以幫助他去訓練他的前鋸肌 跟胸肌的整招 大家在安排訓練課表上 通常都會有一些疑惑或困惑 比如說推跟拉 我適合在同一天練嗎 或者是我適合把它們分開練 我個人會比較建議 可以把它拆開練 拆開練的原因是因為 希望他在做拉的時候 同一個肌群的刺激會比較完整比較多 如果我今天練跟明天練 昨天練拉 今天練推 對訓練上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如果你兩天都是練推的時候 影響會比較大 比如說我昨天練肩推 練肩膀 然後今天再練胸推 那這樣對訓練上的影響就是 你的胸推的動作會有蠻多 其實前三角側三角都要幫助穩定跟平衡 所以在第二天你練習的時候 可能你的強度就會稍微往下降 在訓練上我們會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就把它拆開練習 有經驗的訓練者 然後你想要把它 綜合在一起訓練 你每個動作都能夠掌握的 好這樣OK 那如果是初學者在 前面那個解剖試應期 算過了或是你有特別目的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拆開練習 好 那現在再開始錄好了 好 好 開始嗎 好假設我現在做福利神山 我下去 沒關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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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